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真的让人既惊讶又有点忧郁的话题 你知道吗 现在的机械人已经自己能够换电池了 24小时不间断工作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年轻人还能够找到什么工作呢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项技术的出现 让人类再一次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新闻到底是惊艳 还是让人更加的焦虑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样的 前阵子 深圳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发布了一个全球首创的技术 人形机械人 Worker SR 具备了自动换电的功能 这项技术的突破在于 机械人能够在不需要关机 也不需要任何人干预的情况下 只用三分钟就能够完成电池的更换 你觉得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一台机器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 你没有听错 全天候无休止的工作 也就是说他能够代替人类一直工作 整个过程就像我们换个电池一样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机械人 在未来可能会用在智能制造 危险环境作业 甚至是一些高强度的工作岗位上面 这样的技术难道不让你感到焦虑吗 那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该做什么呢 我们的岗位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年年轻人就越难度越来越大 看着毕业生一届接一届的融入就业市场 想找个工作 想找个好工作简直像大海捞针 有些人明明学了好几年 最后却只能做个电源 而有些人甚至连那都做不成 最终不得不去做一些临时工 这些年轻人的梦想和期待又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现在你可能会想 现在的社会不就这样 没有办法啊 可是再看看现在的技术 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不断推进 一些传统的工作岗位已经逐渐被机械代替 这不机械人都能够自己换电池了 未来很多工作 说不定就要变成机械人的主场 你觉得我们的年轻人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其实这种机械人替代工作的现象 不仅仅是华语区的问题 在全球的范围内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的工作面貌 以美国为例 几年前曾经有报告指出 在2030年可能有40%的工作岗位 将会被自动化技术取代 而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探索 如何将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 结合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工业到服务业都可能受到影响 我们说的这些 大家可不要以为它很遥远 其实随着技术的进步 这些变化已经悄悄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了 再来我们看看那些曾经的工作 是如何被自动化取代的吧 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的那些工厂工作 已经逐渐被机械人所替代 比如传统的装备线曾经是大量工人的聚集地 但随着机械人技术的不断发展 这些工作岗位已经逐渐的消失了 就连以前人们认为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客服岗位 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人工智能客服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打电话找客服 等待好久才有人接听吗 而现在呢 只需要你拨打客服热线 机械人就能够像真人一样为你服务 效率高成本低 是不是很惊讶啊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 其中的好处 毕竟机械人的出现 解放了大量的体力劳动 提升了生产效率 尤其是在高危的环境下 机械人能够替代人类去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降低了事故的发展 降低了事故发生的概率 可是我们是不是该考虑一下 这些技术的进步 到底会让我们失去多少个岗位呢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当自动化变成了常态的时候 传统的就业形式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呢 我们也许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 但现实告诉我们 这一切已经悄然来临 如今就在今年 深圳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已经拿下了近1亿元的机械人设备采购订单 计划向智能制造产业交付500台机械人 这意味着 这些高效的机械人 很快将进入工业生产的第一线 参与到更复杂的工作当中 你说这不就是个警钟吗 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岗位 成为新时代的劳动力呢 其实问题的核心并不仅仅是科技发展大来的替代问题 更深层次的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的应对策略 如果我们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不能适应这些新兴职业的需求 那么这些技术再先进 也不过是加剧了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否应该加强对新兴技能的培训 帮助年轻人更好的适应这种变化呢 这就需要我们的社会和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引导 帮助年轻人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如放轻松一点 来看看这些变化带来的幽默感 想象一下机械人这么聪明 能够自己换电池 那是不是说明他也能自己充电了 会不会有一天机械人不需要我们给他充电 他直接自己吃电 这是不是也有点讽刺 机械人能不依赖人类了 那我们这些依赖电源的人类要怎么办呢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身处一个变革的时代 技术飞速发展 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也创造了不少的机遇 对于年轻人来说 要学会拥抱这些变化 提升自身的技能 不断的适应新的职业要求 而我们也该思考 如何在科技的浪潮之下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最后我们用四句古诗来 总结一下今天的故事 岁月如歌 记忆新风 风起云涌 未来以来 年轻未老 努力未停 学识为船 任风浪行 发现插画间的朋友们 今天的内容是不是让你有点感触了 如果你也有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将会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阿峰祝大家平安 快乐 吉祥 大家好 我是阿峰 50岁 可能很多人想着退 而我只能拼 我用这个频道 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 冷暖人情 人生百态 从写稿 拍摄 到剪辑 每一支视频 我都自己扛 只希望对得起 每一位愿意停下来 听我说话的你 如果你愿意支持我 继续讲下去 请加入一眼频道 和我一起守住 这份坚持 会员朋友可以享有 抢先观看新视频 幕后花絮 点名感谢上榜机会 每月会员专属 直播互动 一杯咖啡的价格 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请点击下方 加入会员 让话节茶话间 不只是我的坚持 也成为你的选择 谢谢你 我们会员专区 见